我们为什么放不下的 绝对没到那个程度 真真究无 他确实彻底放下了 不约一念 顿真菩提 这个菩提是无上菩提 就是一念 就是弥陀名号啊 四个字 那么不是名号 阿弥陀佛才是名号 那么是皈依的意思 是闺蜜的意思 离尽的意思 所以 连持大使在世 这这床随笔里头 有这么一段故事 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 你老人家平常怎么念佛 他说他念四字 阿弥陀佛 你教别人呢 我教别人念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不一样 念三十二路 我这一生 决定要求神进度 所以什么客套都不要了 客气话都不要了 经常叫我们支持名号 名号叫四个字 他就念四个字 那为什么叫别人叫六个字 别人 别人未必有这种坚定的决心 要生进度 所以加上南无 就是归依阿弥陀佛 归命阿弥陀佛 恭敬阿弥陀佛 他不一定这次能去 这恭敬的话 加上 那是恭敬的话 自己真要去了 不要用恭敬的话了 不需要了 那客套都不需要了 阿弥陀佛不会怪你 你很听话 释迦牟尼佛教你 支持名号 名号就是阿弥陀佛 名号里头没有阿弥陀佛 你看 这说的都有意思 应光大师一人一生教人 得要教人那六个字 为什么呢 看看这云云众生 真想往生 你没记过 念六字鸿鸣 跟阿弥陀佛 接个声音 发源 你就晓得 祖师 叫别人 他用的是什么心 你就明白了 坚定行灭 一丝毫不怀疑 我这一生 决定要去 那你真的 得万云方向 这个例子 太多了 你看 你看净土神仙路 看王生传 看看现情 真正求王生 给我们表演的 前几年 不愿意念 正正不提 他就是物的这个 一切放下了 每一天 念一部 无量寿锦 借助完全念佛 可其取真 定了三年的时间 看能不能往生 极乐世界 念到两年十个月 欲知识知走了 没生病 还差两个月 满三年 到极乐世界 去做佛去了 我们在这一段奖金 视转 劝转 黄中昌居士 给我们做正转 这三转发轮圈了 他给我们做正 那由此可知 彻悟 就是真放下 我们为什么放不下 绝没到那个程度 真正久悟 他确实 彻底放下了 就像大经上讲的 发上印石 何况非法 发是佛法了 佛法也不要了 就抓住一句 阿弥陀佛 登登不提 齐飞打死 做佛去了 两年十个月的时间 做佛去了 阿弥陀佛 阿 佛 佛vard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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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